好,茂雅,我們來看你這次的作業 好,你在裡面有提到這個 這個紙是上次跟我買的 這還蠻粗的,這是大陸的 其實我自己也買一大堆 然後這個應該算是比較便宜的 我忘記了,很久了 這算是比較粗的 這種就反而顛倒,這種不適合寫小字 這是寫大字 比如說你要練藍體用這個來練 然後要寫小字一定要比較細,比較滑的 不然會拖不動 因為比較粗糙嘛 而且它比較厚,會比較會暈 好,所以對於用字 當然要多樣性,我自己也一大堆買來 有時候不適合就放 就找適合的字來寫 而不是從頭到尾就是要寫大小 都是一樣的一樣式 好,我們來看一下,先看你的型書 好,藍體你的樣子已經很像了 寫到這邊了 當然就是出了造型 接下來就是你的用筆轉折 的一些柔潤的感覺 厚度 當然再來就是速度感 慢慢的,慢慢的 然後速度感很快 這都慢慢的 連續性啊 這都要注意 好,再注意看一下 還有,謝謝你在幫我做那個每日一支 那個應該是對大家很有幫助 其實我一直在做電腦 對自己最有幫助 因為在做的過程會很仔細的去看 好,這一定要寫筆這樣 壓一下,膨脹再拿起來 轉筆 蠻複雜的 好,我們寫大字還可以這麼清楚 寫小字 那動作做一點點 好,剛剛這有轉太快了 應該要繞一圈上去 然後摺痕就出來了 好,這邊都轉得太快了 有時候我也會這樣 這裡都轉太快 造型很好 你那個做完提示 應該放在你那邊也可以 連結可以常常提醒大家 等做多一點 我再來做連結 好 甚至呢 因為我 我那個每日一支 我就一邊聊 一邊寫 我會 現在只有做 三四百支 我搞不定一年多 我是打算還要再繼續做一段時間 因為 常用字大概 我們說常用字大概一兩千支 好 好 然後所以至少要做到一千吧 三年的時間 好,我本來是想說做個三千支 但是後來 最主要 不是我不 那個 不是做不下去 後來的字 有些 不常用 所以不需要 甚至有些是重複字 只是筆畫的一些 就是部首的組合而已 所以我可能會寫到一千就好 這要重一點 這張紙還不錯 好 紙有很多樣 這浮籠的算是很不錯 而且品質很穩定的一種紙張 當然它比那個 廣星紙料便宜一些 就是說便宜很多 左邊的馬太小隻了 好 這有折痕 所以我卡住了 沒有辦法 就這麼大張 記住這代筆 一定要出來 甚至 這圓滑的勾 小心 這我們剛剛講的 你造型像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要 這代筆 這轉折 要去注意 像你是分兩筆 要連續 這一定要把它連起來 所以親 關係到你的指筆 你的 這有卡住了 這有折痕 你手腕不能卡住 這都很多 還有放鬆 整個肌肉的放鬆 才能夠達到 這種連貫的感覺 這挑起來 這也是連續動作 還有呼吸 好 記住 圓滑的勾 好 再來滑一字 好 小心這左邊這點的筆法 要小心 你注意看是 繞一圈 轉上來 這邊繞一圈 好 這樣才會阿諾多姿 好 前幾天我蓋一個印章 叫鋼筋阿諾 就是像王七姿 在阿諾之中 但是他線條是挺近的 細節很多 我是早期問人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現在來看 你會覺得很扭扭捏捏 像女性化 但是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說以前 其實男生是都化妝的 都在擦粉的 這個要注意 好 好 然後過來組 然後這個 看一下喔 壓上來 折一下 再來這邊是一個 應該是多的一個點 然後來 他就補上來 可能想寫的字突然 改一下吧 抽 按一下抽的感覺 好 再來 這一行 稍微 帶快一點 還有一張 看書 好 我折一下 往左面 沒辦法 拿來 拉去 這邊我覺得 因為 錄影都有 你記得慢慢看 這邊我就講快一點 不用每個字都寫了 好 來看一下這點 跟剛剛右邊的椅子不一樣 注意著 也是要繞圈圈的樣子 繞 記住 這繞 筆法是這樣子 起來 要注意一下 這裡太快了 好 這邊 差不多 一樣要小心這個 這要轉折到圓潤一點 圓潤一點 好 然後這裡都是太硬了 轉折 注意圓滑一點 這很重要 你都會有個勾的動作 在裡面 試聽之語 試聽 好 不夠厚 記住這裡 過來之後 然後 應該是 先 寫這一個 停住之後呢 有兩個寫 講法 一個是這樣 再出來 一個是書畫 都無所謂的 也搞不清楚 不是很明顯 然後如果用連筆動作呢 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 就我個人 我比較常寫 這裡中間 再做撇 再一點 這樣子 好 都可以了 但是就要寫厚一些 就對了 這邊也太薄了 好 注意這裡有一個 挑起來的 動作 好 這長 低下一點 聽字 斜度這裡不夠厚 然後 代筆過來 好 然後這裡 逆筆上去 小心這裡 圓滑一些 這裡短一點 短一點 然後這代筆的厚度 要做出來 尤其這裡 壓了之後 放鬆的 擺上去 轉折太硬了 好 這邊都太硬了 你看圓潤的感覺 好 不要不見了 你都 有靈有角 這個都不要 好 要記住 好 再來兩個字 但是 汁還是一樣 你看起來 就是 有靈有角 東西太多 圓潤的感覺 不夠 所謂它的 智慧很溫潤 就這樣 包子蒸完之後 就膨脹的感覺 然後熱熱的感覺 這樣就乾乾的 這都是乾乾的 你現在要缺乏一種 柔膨脹的感覺 我講的應該再思考一下 不要顯得太硬 好 然後很多線條都圓潤的 你看圓滑的 這裡有 然後勾 不要太用力 圓滑一點 好 這個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再來很快的看完這個 書小凱 好 這字韻的部分呢 這個紙 是真的從我買的嗎 有這麼粗嗎 我都不記得有這顆的 好 大小就是主要大小的問題 不要用這紙寫這麼小 只好 可以寫大一點 我看一下凱書是上次 我忘了是跟誰買的呢 委託我我忘記了 我們來看一下 看起來效果很不好 我忘記你是哪一次買的 我都不記得 我寫幾個字就好 你最主要 你的輕重上的問題 還蠻大小 字的大小 來看一下 寫的有點太滿 是還好啊 我寫起來是還不會那麼難寫 但是 大概 這種大小還可以 心目心不是很順 因為它比較粗 這轉折太過度了 挖字可以 但是 可以了 寬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大小可以 這再寬一點點 這撇大概這樣 親自就要向左 移動一些 不然整個字是往右的 左撇長一點 右 勾 這樣子比較平衡一些 舉字當然要向上 但是上面寫得太重 尖呢 這腳有點太長 這裡 就當 轉折都會這樣 還是一樣 這張紙就是寫小一點 不 不要寫小字 寫大字 寫大一點 或者是 或者是 拿來 寫行草書 放著 也不是沒有用到 這種 比較粗的 以後 適合寫 需要摩擦力的 不是沒有用處 比如說 我要寫轉折 就是要這種字 太光滑 反而不行 所以各有用途 寫瘦一點 大概這樣 1 有點太長了 A字 你在轉折上 跟剛剛一樣 都會太硬 好 這裡 這個字呢 這裡 挑不要太硬 好 拉長一點 反而要寫扁扁的 比較適合 胡字 這顯得 鬆了一點 好 來看一下 胡字 好 帶筆過來 裡面寫緊一點 筆聲要小心了 不要寫歪了 然後兩邊左右對稱 右邊要稍微 發助 其嗎 要